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 implement DFS 吧 那我们要怎么 implement DFS 啊 基本上呢你刚刚应该多少有点感觉 诶 用 stake 是很合理的 为什么呢 当我今天想要往下一个 new node 去走的时候 那我们不是会要把它的 all neighbor 找出来吗 对吧 所以我就先去看看我的 top node 是谁 然后去找 top node 的 all neighbor 那我这个 all neighbor 当然应该要没有被 visit 过 要是走过的话 我把它再丢进来一次 那我们待会不是就无穷回圈了吗 对吧 所以呢 我去找一个 top node 的 all neighbor 这样 找到了的话 我就把它 push 到 stake 里面去 它就会变成 stake 的 top 那我待会就会从它再找一个 all neighbor 从它的 all neighbor 再找一个 all neighbor 我们就会一直这样子 DFS 下去 对吧 那我要是 reach 一个 dead end 我就会 pop 一个 node 把它扔了 我就会往回 backtrack 到前一层 那一层呢 如果有其他 all neighbor 我们就走 没有就再 pop 我就再 backtrack 所以每当我要往下走 我就 push 每当我要 backtrack 我就 pop 就是这么简单 那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处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这件事情啊 也很快可以看到就是 我要找一个 all neighbor 的时候呢 通常我有很多种找法 对吧 所以我大概会需要 specify 我要怎么找 什么编号小的优先啊 距离近的优先啊 whatever 但 anyway 大致上 精神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到 DFS 可以用 stake 来 implement 了以后呢 你应该很快的也可以感受到 BFS 的话呢 可以用 queue 来 implement 了 为什么 然后 all neighbor 假设叫 D 跟 E B 有 B 的 all neighbor 假设叫 F C 假设没有 我就把 A 干掉 然后呢 D 跟 E B 拿掉 然后把 F 放进去 C 拿掉 没有东西 然后我们就往下搜寻下一层 依此类推 所以虽然 queue 我们还没有真的认真教 但基于它 first thing first of 的这个精神 你大概可以猜想 它 implement BFS 是有道理的 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 stake 来 implement DFS 了 那你记得我们 stake 我们其实是已经有 ADT 的了 对吧 所以我们待会就拿 stake 来弄它一发 这样子 所以呢 我就会用一个 stake 那这个 stake 是装什么的 是装 nodes 的 我们就会用这个东西 来 implement 我们的 ADT 那这个我呢 流程是什么 我先把 S push 进去 然后每一个 iteration 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 top node 是什么 假设叫 U 吧 那我呢 就去看看 有没有一个 link 叫做 UV Search that V 还没有被 visit 过 要是有的话 那 V 就是一个合适的 all neighbor 我呢 就把 V push 到 node 里面去 那这里有两个很快的 issue 第一个 issue 就是你千万不要 pop 你的 U 哦 你是看看你的 U 然后去把 U 的 all neighbor 放进来 如果你 pop U 的话 你待会就不知道 backtrack 到哪里去了 所以 U 要保留在原地 这是一个 那另外就是 我们今天呢 如果有 multiple candidates 就如刚所说 我们要 specify 一个 rule 去挑某一个 这样子 那这些事情是如果你挑得到的话 是很棒 但如果没有这种 V 就表示你这里已经 dead end dead end 的话 你就变成 pop 你的 top node 然后就进入下一层 所以你每一层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看现在的 top 是什么 如果他还有合适的 all neighbor 塞进来 从他那个 top 继续找 如果他已经没有合适的 all neighbor 了 那就把它 pop 掉 然后一样 从他继续找 每一次就是看着 top do something 有东西 塞 没东西 pop 就这样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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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我们的 T 被 push 进去 stake 那这一瞬间 我就知道 我已经有一个 pass from s to t 了 就是由下往上走 这样 我只要一个一个一个的 pop 出来 我就知道有一条路 只要反过来就可以了 那要是 一直这件事情都没发生 而最后我们的 stake 变成 empty 就表示你没有办法从 s 走到 t 了 是这样 好 马上来看看刚刚那两个例子吧 比如说 我今天如果有一个 stake 然后我要 implement dfs 先把 s 放进去 对吧 接下来呢 就是看你想要帮你哪里搜寻 比如说我 s 找一个 all neighbor 找到 c 好了 那 c 这个东西找进来 ok c 再去找 all neighbor 没有 c 就被 pop 掉 接下来就找了 就回来看 s s 是 head s 是 top s 就找了下一个 s 的 all neighbor 是 a a 又去找了 a 的下一个 all neighbor 是 b b 又去找 b 的 all neighbor 没有 就把 b pop 掉 回来又变成 a 去找一个 all neighbor d d 去找一个 all neighbor t 好 结束 我这个 stake里面装的就是 s a d t 反过来印的话我会看到 t d a s 那我把它倒过来念就是我从 s 到 t 的路径咯 同样的道理 我们刚刚另外这个图也是一样的 所以很快 我从 s 出发 先把 s push 进来 接着呢 s 的 all neighbor 来一个 c push 进来 c 的 all neighbor 没有 把 c 插掉 然后呢 就变成 又变成 s s 的 all neighbor 这次换成 a 啦 这样子 a 的 all neighbor 刚刚画完画 a 的 all neighbor 假设我们来个 d d 就进来 d 的 all neighbor 没人了 虽然有 s 但是 s 走过了嘛 对吧 所以就没人了 把 d 插掉 又变回要看 a 的 all neighbor a 的 all neighbor 还有呢 是小 e 小 e 的 all neighbor 还有呢 是小 b 小 b 的 all neighbor 还有呢 是小 f 哎呀 f 没有 all neighbor 插 b 没有 all neighbor 插 e 没有 all neighbor 插 e 没有 all neighbor 二的 e 还有呢 找到 d 找到 t 对吧 公德无量 s a e t 这样就是我们的答案 ok 所以呢 这样子也就可以实现 我们的一个 graph search 只要我们善用我们的这个 stake 这件事情就可以搞得定 好 所以呢 最后一个小小的 remark dfs 在这个演算法的世界里 它也很常被用来判断 一个 graph 有没有 cycle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 你就去跑 dfs 跑啊跑啊跑啊跑地 如果你看到你要去一个 node 是你已经去过了的 那这个时候就有 cycle 比如说刚刚啊 s到 c 然后回来 s到 a 回来 s到 d s到 a 又到 d 的时候 如果他看到他想要回去一个 他去过的地方 那因为你 dfs 对吧 你很快就会发现 哎呀 这是一个 circle 那这个可能就是 你就找到一个 circle 啦 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 诶 我怎么知道 这个 node已经被 visit 过了 那通常呢这个时候 你如果没有其他的 data structure 在辅助的话会非常困难 所以常见的例子啊 就是你另外搞一个 data structure 比如说一个 array 里面呢就是 s a b c d e f 这样子 有被 visit 过的就打个勾 有被 visit 过的就打个勾 你发现 诶 你又要去去过的 那就拜拜 就是这样 所以这基本上大概就是 也不是太困难 那你很快的就可以实现说 我们要如何用一个 dfs 来找 cycle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在完成我们对 dfs 的介绍了 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确实是一个 可以用 stake 来 implement 的一个 很常要用到的演算法咯 然后我们趁 pharmacy 2 1 1